好, 歡迎所有友善電視家庭的觀眾 收看我們《怪談大逆得道》 這次全程在中國拍攝 也要介紹我自己, 我是梁思浩 今晚的師傅就是簡信梅師傅 師傅, 你好 你好 今次我們這個中國片一出了之後 網上的反應大得不得了 是, 在我私人傳媒的平台 點擊率一出了之後, 很驚人 很驚人, 是吧 今次全程回到中國拍攝 不僅有我一個美女拍檔 就是Maggie, 李曼君 你好, 大家好 還有一位新男拍檔, 就是浩雲 大家好 是 這次大家看到, 上一個星期 看到這個就是封門的, 這個叫做封門村 中國第一貴村 今晚是下一集, 是吧 沒錯, 我們之前就是長途拔洩 在一個很惡劣的環境下 有這個封門第一人幫我們帶路 我們走了很久, 終於找到這個在山谷裏面的封門村 本來我們打算在皇家大宅裡過一晚夜 然後跟裡面的靈體做些接觸 但我們想起, 裡面其實這個封門村 有一張很特異功能的一張太司椅 這張太司椅很厲害 可以坐上去看到鬼, 是吧 坐上去的人不單會看到鬼, 還有可能會死於非命 這件事我不相信, 因為哈瑋回來了, 是吧 但你說那些叫做舊物, 又或者古董 是否容易招到鬼, 問師傅 其實不是招鬼或是床魂 只不過是一些故人, 如果一回來的話 他都會找回他的故物 例如他坐著的椅子, 睡著的床 即是他都會回來的 但大家有沒有聽過以前一個很出名的鬼故 譬如這些大宅, 荒廢的大宅 一定有張梳妝桌的鏡子 那一塊鏡子是以前的女主人在梳頭 他慢慢的鏡子會出現 嘩, 這裡就是荒廢了很久的大宅 這裡經常吵鬼, 今晚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當然大家心急, 馬上不如帶大家 去河南中國第一鬼村, 封門村 不僅如此, 還會坐在太師爾上試 是否究竟可以跟當地的靈體溝通 好, 馬上準備, 3、2、1, 出發 封門村 封門村 不是說那個地方鬧恐怖 對… 你在遠的呢 好遠的 嗯, 你說那個地方鬧鬼 我害怕, 我不去那地方 聽過呀 就是說晚上 好像說有人有那個背包客 然後在那邊晚上住 然後有那個棺材炸廁所 還有鬼咬 有了… 河南鬼村的意思是怎樣 封門村 這麼出名嗎? 裡面真的有鬼嗎? 這個我也不太熟 是在庄州地區, 是吧 你知道要怎麼去嗎? 應該是在這個方向 在山裡面 山裡面, 你有去過嗎? 我沒有去過, 我害怕 你害怕嗎? 我很怕怕 怕什麼? 怕鬼呀 Howard和乖潭攝製隊 去到河南第一軌村 封門村進行拍攝 找到封門第一人 張世傑作為領隊 以及道家師傅洛鵝同行 經過兩小時的艱辛旅程 終於進入封門村 還找到一間皇家大宅 準備讓Howard單獨留宿 很快, 怪事陸續發生 洛師傅盯逐我們 晚間不要外出 但是為了證實太司儀的靈異事件 Howard決定搏一搏 他真的有回事嗎? 有, 那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有這個地方 現在沒人住 沒人住的? 對 你們要開車 開三至四小時就到了 就是你們晚上幫他們去旅遊 然後晚上遊泰司儀 這個泰司儀他們說 就是坐下去就看得可以 你們去看 根據張世傑的描述 泰司儀已經嚴重損毀 椅背已經消失 只剩下椅架的一小部分 而就椅背的外形 跟他所處的位置 跟張世傑的描述幾乎一樣 所以Howard相信 眼前的就是泰司儀 是呀 我剛才拍過很多次都沒有東西 坐了上泰司儀 只是幾十秒的時間 Howard對外界的感覺 變得非常敏感 跟過去幾星期的反應 截然不同 是疑神疑鬼 還是泰司儀真的可以令他見鬼 怎麼了 是呀 哦 怎麼會有人呢 先回去 先回去 我們找了一段時間才找到那張椅 剛才有一道有人推了我進一間房間 好像覺得周身不穿材,頭有點麻 然後去到太司宜很冷,斜對面是一個廚房 但坐完後好像不太舒服 經常都這樣 然後我問阿榮,有幾次聽到聲音 阿榮又說沒有聽到 提高一下,坐完後就聽到有人下路 世界上的東西真是難以解釋 我拍了這麼多年當然知道 你說這些叫舊物,又或者去到陰的地方 你一坐下來就覺得氣場是不同的 阿榮,你不是第一次拍了 你坐下來那一刻,是否完全感應是不同的 沒錯,一坐下去 除了溫度之外,整個感官上面都不同了 我們聽到很多雜聲 也有聲音 也前面有很多黑影,還是白光的 這樣飄來飄去 我想跟觀眾一樣問一個問題 你覺不覺得自己去到另一個空間 有一點點,好像重疊了 即是兩個空間合在一起 師傅,我想問一件事 既然來到荒廢大宅 他一定有些叫舊的傢俬 或者先人用過的東西留下了 可不可以叫Maggie去坐下去 或者叫睡下去感應一下這裡的先人 其實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我們也要進去找一下 找一下,讓他看哪些傢俬會有感應 是,沒錯 沒錯 我們現在去,嘗嘗去 放在這裡 好了 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剛才走過一次 有些蝙蝠衝出來 好 是 左還是右,這邊 我想左邊比較好 這邊 原路也有很多間房間 這間房間是… 這間房間還是這種門 你看 很舊式 很舊式 我們再直走 我想是以前的洗手間 很明顯… 用來擠水 然後可能裡面就是洗手間 或者衝進房間 是 很大的 這裡有很多間房間 很多張椅 師傅 是 這裡有很多張椅 是 但剛才我們走過這麼多間房間 其實沒有任何傢俬 是 這裡也有張椅 是 但師傅,你覺得哪個位置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向這邊看過去 這邊就是… 應該是以前的走廊神位 這裡 天官似覆的位置 是 我想如果萬君坐在這裡 應該可以感覺到氣 而且這些椅 你看到… 很乖 應該是有些先人坐過 明顯是舊架式 對 還在用這些門 對 還在用這些 萬君,你不如隨便選一張 你看,選一張 你坐下去 然後我們留下你 去感應這裡的先人 不是我叫的 是監製阻止叫的 不要看著我 好像很委屈 之前不是我叫的,好嗎 你選一張 你覺得最有心意的 那…不如我選那邊那張 那我就可以看著這裡 整個環境 就是坐在中間 我幫你手…好 幫你手 這個 不好意思 是,姐姐 不好意思 打擾到你們 你想這樣看著 是嗎? 那我就可以看著這裡 看著前面 好,萬君,你坐下去 嘗試感應 你坐吧 好 嘗試坐下去之後 究竟發生甚麼事 廣告回來告訴大家 好了,歡迎大家收看 怪談大逆不道 Maggie就選了這裡 一張的故意 在這裡坐 是 希望師父教他 感受這裡的靈體 是 跟他們接觸 可以開始的了 好 萬君,你首先 你把右手放出來 是,就向著前面 好,那你閉上眼 你閉上眼 好 好 你感覺到甚麼 暖 是 感覺到暖 是 有個暖氣 是 好 這個就是我們人的能量 和熱氣 好 那待會你用這種感覺 好 那你就用你的左手 遮住你的額頭 但不要遮住你的眼 遮住那邊的光 遮住那邊的光 然後你把你的右手 像剛才這樣 是 去感應我的耳能一樣 是 去感覺一下這裡的暗氣 好 好嗎 如果有靈體出現的時候 我會有甚麼感覺 你自己去感覺 我不會告訴你 是 你自己感覺 我們留下你在這裡 然後我們出去找Harvard 好 好 師傅 我們因為要帶觀眾 回到河南的封門村 是 現場 留下的萬鈞 一個和我們的攝影師 在這裡 之外 我們跟Harvard 好 師傅 Maggie在裡面 他感受這裡 整間大宅的一個靈體 有些祖先可能留在這裡 到現在還未離開 師傅剛才教的那樣很有趣 當然家庭觀眾不要學 他說可以用一個人的感應 去感應附近有甚麼靈體的出現 好了 大家當然拿著手 因為我們馬上 就帶大家回去 這個中國第一季村 封門村去探鬼 我們在找 我們在找 多一段時間才找到那張椅 剛才有一段 有人好像推了我進一間房間 好像覺得周身不穿 頭有點麻 然後去到 那個太子椅那裡 就很冷 斜對面是一個廚房 然後我問阿榮 有幾下我聽到聲 阿榮又說沒有聽到 那坐完那個太子椅之後 除了覺得有點不舒服之外 就沒有說真的 不是,我一坐 然後聽到立即有腳步聲 Hawar回到王家大宅無奈 攝製隊本來準備叫他 開始單獨留宿 嘗試感應 但Hawar堅持拒絕 要求休息 我不想 我突然在旁邊 試一試是否坐完太子椅 這個反應真的大 我真的見得更多 眼見他狀態變差 加上氣溫越來越冷 提議去張世傑那裡 先找食物充機 之後再算 塞完兩盒面 就這樣 要擺過 你看這樣不得了 你怎麼發現這個 它有路過嗎 這是路過 你看這個路 是大樹下的河谷 所以河谷出去了 這裡哪個時候 應該是沒人 第一次來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才是真正的無止村 到過這個村子之後 你們都是遇到就是怪奇了 對 就是有丟東西 其他的同伴嗎 其他的同伴都丟啊 有丟這個防刷墊 走著走著 我的墊子在丟掉 已經丟過了 誰也不願意再回來 你們都覺得就是這個村子 就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從這個村子 離開這個村子之後 我們七個人都開始丟東西 這奇怪就是女孩種鞋嘛 種鞋 這不種鞋 這就是苦瓜笑啊 說啊 他不是在這個營地嗎 摘著都完了 所以我帳篷進了一個人 沒有人都在嘛 這就是進了一個人 就這樣 他就不進他的帳篷 然後我們隊友說 你害怕了 你來我帳篷吧 他進了帳篷之後 他開始哭 他開始哭 哭了 胡言亂語 哭了聲音 都是另外一個人 第二天 我們就回去 回去他說 他背後把他背後一直跟著 一直跟著 一直跟著 對 他的眼圈就是 小鬼的眼圈就是 對 休息大約15分鐘 Howard終於要面對現實 重返皇家大宅 接受單獨留宿的挑戰 可惜 是 可惜 你 可惜 有些人 不順眼 有些人 那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我不是很想打擾你的 只是工作而已 我根本不能睡覺 我也不明白為何要叫我下班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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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點 放一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ped 正常 嘴巴 真的 很冷 很冷 一起吃 是 是 我一直都看著我 原來封門村進去 他們自己探靈也會遇到很多奇事 我剛才聽不到 那個女人出來後全都黑了 對,他說第一次去封門村… 師傅 甚麼事 師傅 是 怎麼了?說一說… 我剛才看到有個女人 走到最後的房間 你看到她走… 她從那邊走到那邊 但那邊是一幢牆 好,你先告訴我們 你見到女人從哪裡走到哪裡 由右邊走到左邊 所有人只有你女人 由右邊走到左邊,進去房間 她的形狀是怎樣的 一個人形,很清晰的一個人形 但我只看到白色一團 一團一團就像煙一樣 是 我們嘗試過去看看 不怕… 你看到她在哪裡?進去哪間房間? 最後那間房間 最後那間房間 是這裡 她剛才從那邊走到那裡 但這裡前面是牆 是的 你看到她這樣一直走進去 我們不如進去看看,好嗎 好…來,師傅,你來 有電筒嗎?我可以拿電筒嗎?很黑 好…很黑 是一個廚房,是廚房 你看到嗎?是廚房 對,是一個座位 師傅 師傅,我們可以進去嗎? 不要…你們不要看我頂部 在座位上 你知道我要解釋給你們聽 我剛才沒想過座位上是角仔 原來是角仔 是的… 看到嗎? 我剛才看到… 你看到嗎? 在座位上有人看著我們 師傅,先進去看看 是,一直看著我 原來是角仔 剛才剛才…我打算看著他 站在那裡 一直覺得是師傅 但師傅看到的都是女性的嗎? 其實我體驗是男人還是女人 總之,剛才呢我意外地 我原本想看下面, 誰知我便想看看 一蹲下, 看見他看著我們 其實是… 這裡 在這裡, 對 在這裡, 在造頂上的角仔 上那裡 是… 很漂亮, 用不著探索嗎 有聲音 有東西扔下來 有東西扔下來 對, 我也聽到 有東西扔下來嗎 其實這些就是陰人住的地方 其實我們不適宜騷擾陰人 他剛才扔了甚麼下來 我想這是陰人對我們的警示 即是讓我們知道他的存在 不好意思… 那我們出來吧 不如我們還是離開吧 我們不要騷擾陰人在這裡, 好嗎 但我們可否進去嘗試找到他 其實大家都看到他 我想也不需要騷擾他, 好嗎 也不用做法事那些 不需要他, 本身他存在在 在這裡有他自己本身存在的能力 好嗎 好嗎 好嗎, 師傅 你覺得譬如萬鈞馬見到… 他見到那個女人 我剛才偷偷了一個 我不知道是甚麼… 不知道是男人女人, 我看不及了 是 你覺得是這裡住的 還是這裡附近的遊魂野櫃 我覺得是這裡附近的遊魂野櫃 因為一個靈體是不會寄居 在一些沒有寄居的空屋裡 我知道後面就是一些醫院的方法 醫院, 簡直是看得到的 如果我知道… 做甚麼? 做甚麼? 我們不如走回那邊 因為我們的氣本身都是一些陽氣 不要騷擾陰人在這裡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好, 這麼多人的時間 我們就避開去別的地方 帶家庭觀眾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帶大家回去 中國第一鬼村, 封門村 稍後見 剛才師傅說, 剛才出來再說 Maggie, 其實你裡面感應到甚麼 其實師傅教我用那個方法去感應的時候 我找到某些位置是零碎的 突然之間好像你開了一個雪櫃 把手放在這裡 我很專注看著那些位置 真的讓我看到一個白色半透明的人形 從我右邊到左邊的房間 進去的房間 然後我就馬上叫你們過來 師傅, 其實這樣需要不需要超渡 其實是不需要的 這種方法其實是用你自己的腦掃描 去掃到陰人在這裡 其實周圍都有的 只是你會不會感應到 Maggie這樣 但Howard這次拍完這個風門村之後 對, 他回來第一句跟我們說 以後… 以後都不是這個地方 究竟你發生甚麼事 馬上觀眾就能夠看得到 究竟Howard在風門村發生甚麼事 馬上送給大家看 我一定要有人看著我這麼害怕 我一定要有人看著我這樣 不要搞我了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突然之間 Howard聲勢力竭, 一念劇痛 就在攝製隊中滅之情況的時候 鏡頭拍到神台兩盞蠟燭的火光 出現劇烈的仿動 維持超過十秒那麼久 會不會是靈體不滿作出的警示呢 救命 救命 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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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過來, 師傅…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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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趕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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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把它壓住 壓住 壓住 拼晃晃 作戰牽血 完死者 台上老軍 起見如臨 起 撞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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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怎麼樣 對啊 比較好一點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叫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叫什麼 對啊 把你們的工具去到這個鏡上 好不好 坐 經過洛師傅一輪作法 哈瑋的情況開始好轉 但是神情依然有點迷糊 對於哈瑋的激烈反應 洛師傅開始懷疑我們有事相悶 我們也將獅子離開大宅的事 和盤撲出 然後找到那個拍攝魚 然後因為通常 然後我們只要 一座上司 幾座而已 幾秒鐘而已 我說了不 不讓你們出去了吧 這是要出人命的 不是工作的問題好不好 他現在是沒事了 但是要等到天亮了我們才能出去 那我來扶你出去 所以別人坐好嗎 這裡你都不想回路了 好嗎 扶你出去先 好, 看著球 好, 看著球 哈瑋, 我跟嘉年觀眾都看到 好, 看著球 你整個臉色 是 還有整個人的氣場 是改變了 是 但是你當時很辛苦 沒錯, 完全無法呼吸 我有一下 真的覺得 我會死在那裡 因為我完全無法呼吸 也叫了很久 才感覺到有人來救我 是 我留意到一件事 你說出事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火光 蠟燭的火光 搖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師傅 我想是當時另外一種陰氣的磁場 就影響到那裡的磁場 哦 所以那些火光就在那裡跳 是的, 沒錯 但這個挺明顯的 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我們就感覺到 我還以為傻到怎樣 我自己當時在那裡看影片的時候 我以為是那些靈體 經過那個火光來 就是出入 所以那些火會跳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是跟火光的路 然後是由陰路走進來讓路 但是我想我和家庭觀眾都不明白 當地的師傅就有所謂 他就說我做了結界的 你們不出去就沒事了 那為什麼他會有事呢? 其實結界是分開 你事必要在結界之前 就做一個淨土 記不記得我們拿鹽和拿米 就去那個位置 我們先灑了淨 然後你們全部就會站在裡面 因為你灑了淨 就不會有陰氣在裡面 要不然你就會鎖住它 我明白了 我要解釋給觀眾聽 假設我們這裡有靈體 我就結在外面 但其實我就跟靈體在一個籠裡面 大家都走不了 大家都走不了 所以就容易他有事了 但是大家聽到一件事呢? 我不知道 我就不會這樣做的 我看到Harvard拿了別人的蠟燭 不回來再點 那會不會破了結界? 那會不會破了結界? 我相信這個有可能 是因為你本身 再給它一條通道 但是為什麼你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這間房間 好像突然關了蠟燭 很暗,我很害怕 然後我睡不到 於是我就唯有在外面 拿其他的蠟燭去點上它 純粹是一個自然反應 希望 你就想找更光的地方 令自己安心一點 但是為什麼我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有些人說保護了這個圈 我就怎麼都不會出個圈 出現做一些事情 因為這個可能你平時拍得少 下次如果你朋友教了結界 這個結界的範圍以外 我就不出了 以後都不會 以後都不會 以後都不會再封門村 也不會 很害怕 太恐怖了 但是一會兒回來 我們竟然聽到 我們涉製組說 他們幾意外地 在那個地方 在那間房子 即那個大宅裡面 叫王家大宅 裡面一直拍照的時候 意外給它拍到靈體 很實質地 站在後面 你們當時 首先觀眾都會 沙後看得到 你們裡面有多少人 我們有師傅 師傅的徒弟 我 然後導演 還有創作者 CAMMAN 沒有其他人 沒有了 那個地方也不會有人去 沒有 完全方圓百里都沒有 那如果拍到 額外一個人 那是誰 就可能是一些 靈體的人 我也相信 稍後回來 家庭觀眾 跟我們一樣 都可以看回那張照片 稍後見 歡迎大家回來 《怪談大逆不道》 師傅 是否有靈異照片去看 這次的靈異照片 挺意外地拍到 我想Hawad 你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當你發生的情形 那時候 後面 你的後面 是出現了一個靈異現象 所以觀眾跟我一樣 稍後要留意 Hawad出事之後 後面的一個洞 還有的就是 他們現在出現合照的時候 在那個 組紅色衣服的師傅後面 多了一個人 馬上看看 和其舞者進行 低小 band 拿著 扶發 扶عت 扶然後頭上來開關 睏著眼睛睡了一會兒 其實環境也很不舒服 因為後面又是個洞 前面又看著神台 可能心理作用 經常覺得老人家在監視著我 暈了一會兒 我也不知暈了多久 突然有人很大力地扯動我 所以我突然間紮醒了 覺得好像不太好 所以就點一支蠟燭 點完之後過了一會兒 頭褲地露痛 然後我熟了一塊 突然間我的肚子很痛 是痛得好像裡面有東西看著走來走去 我都不敢看旁邊有什麼 總之就是很痛 然後呼吸很困難 其實我叫了很多聲音 按著你們就進來了 而且我吐了很多次 好像不斷想吐出來 沒有 是我的氣場比較低 第一個是你的氣場比較低 第二個你身上沒有任何法氣 第三個呢 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把人家加一次 我們就是井水不放河水 我們觸碰到他的領域 他肯定會不舒服 自然會對你的反應會很大 這是烏果嗎 這是因果 因果 因爲你出去了 因爲你做了這件事情 因爲你觸犯了他們 所以你就會有這樣的反應 是 對 哈威爾出事之前 曾經說過 感覺到有人在身後的大洞監視他 當他出事被帶來整屋之後 鏡頭果然拍到一個靈異的現象 如果是風吹造成 桌面蠟燭的火光 爲何沒有任何變化呢 如果不是風 那是畢野動力 可以把石頭推倒呢 發生什麼事 會被人那麼痛苦 因爲他出去侵犯了別人的領地 我們在這裡來做客的 我們不能夠喧兵奪主 你們決定了一意孤行出去 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 那麼他為什麼他說他肚子痛 這個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一種靈體 這種靈體來說的話是在捉弄他 我們派這個 是不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對 我們屬於是人道 他們屬於是靈道或者是無道 我們可以經常說他們的事 就像別人總在說你 你也會不舒服 你們要多做一些善事 是每一個人都有因果對不對 對 每一個人都有 哪個都如果叫好的 就是好像你剛才說的 就是做善事 對 不要總是涉及到他們的一些問題 就像大家在火堆前等待天亮離開的期間 攝製隊在現場拍照、留念 誰知道在相片之中 出現了一團綠色的怪火 同時間落師傅身後 就突然多了一個明顯的人形出現 他會是誰呢 有一點死類逃生 可能誇張了一點 但是 那 我想大約五分鐘左右的過程 是非常之辛苦 令我很深刻的 因為 那種感覺是從來都沒有試過 在我身上發生過 之前那幾次 一開始都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是頭暈 呼吸困難 或者是 頭膚牙的感覺 但是 這次呢 是 好像所有東西都 強度是加多了十倍 這樣 好了 終於留到了 可以回去了 你們執藥我去叫 第一人 您 後來 你 到底 這個 是 這個 決 我們 就是 我們 你 我們 我們 我一輩子都不在你了 幸好我們寫歌阿樂和Hernest 在看影片時是意外發現到的 我也想問師傅 剛才那張第一張照片他們拍照時有些綠光 那些綠光算不算是靈異現象呢 以我的觀感看就不太多了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用手機拍一些光的東西 你也會看到很多顏色 我相信是跟鏡頭有關 跟鏡頭有關 但Harvard你知不知道剛才你出事後 後面那個洞裡的石頭突然掉下來 我不知道因為我已經出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之後的事發生什麼事 而且我已經很虛脫 是 但你覺得最難解釋的就是 譬如我們拍合照 我們現在四個拍合照 無緣無故多了一個人在後面 對,剛才那個還很明顯 對 看到師傅後面好像有個人影 但我想觀眾可能還未看得及 麻煩導演幫我們拍照出來 大家看看 首先看到綠光 師傅也說未必一定是靈異現象 但這張合照,你數一下 有一個組合不認識衣服 後面那個半透明的 真是解釋不到不知道是什麼 對,因為其實有師傅和徒弟在這裡 另外就是我和導演坐在另一邊 是 握機當然就是我們經常的那個 是 但是攝影師去那邊 攝影師去那邊 其實出了去是在拍一些吉鏡 所以其實我們數人數的時候 根本是不會有多一個人出來 還有當時是完全周圍都是沒有人的 還有我看到那個 在祖和吳昔三師傅後面 他很目無表情 就是叫依稀望到他的五官 但是他很目無表情 就是這樣 現在很難解釋 就是很難解釋 當然你和觀眾自己去想一下 這次全程拍完 我們知道很辛苦 你說打死你 都不會再去那個地方 我想我和整隊隊 都不會再去這個風門村 因為走去這個地方 實在太崎嶇 全是沒有生命的危險 然後我們上來的時候 其實也用了多一倍的時間 因為上來的時候 空氣比較稀薄一點 我們基本上走了15分鐘 我們就要停一停 我們有工作人員差不多 心臟病發 但是你放心 值得的 我想告訴你 日後因為觀眾 和你們同步看的時候 是會真的拍授獎 謝謝我們攝製組 這麼多年來去到世界各地 拍一些人拍不到的 上兩集出的那個 紅衣藍蟹 那些人說 我們是直接去到 別人的那個 空岸現場裡面拍攝的 但是下個禮拜 就輪到Maggie 都不敢去 這次我就是說 連你都不敢 下個禮拜 究竟有些什麼 提一下 下個禮拜 我們就會飛去甘肅 甘肅我們會去找 黃河流域的底部 因為那裡有個死人灣 傳聞裡面 有一個人 他的職業很奇怪 他專門罵一些屍體 哦 但是我知道 他們原來在黃河 罵完這條屍 他們會掛在那裡 他掛在那裡 第一 他們說因為 幫水鬼罵這條屍體出來 第二 就是叫家人去認領 整個過程 是不是很恐怖 其實都幾 應該說是比較困難 去接觸到他們 對我來說 我第一次見到屍體 所以Maggie都說 不肯 我問師傅 你說水鬼 是否真的會找替身 我想他不是找替身 他想入你的身 只不過他有形態 他就拔了你下去 拔了你下去 然後你就死在那裡 沒錯 因為這裡叫撈屍人 他就在黃河的一個流域 就撈回屍體上來 當然說得這麼精彩的話 家庭觀眾下個禮拜 沒理由會錯過我們怪談 大逆不道 約定大家下禮拜準時再見 拜拜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